哈喽我是乌龟 本部影片是以测试服环境录制 一切内容以游戏时装之后为准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15级大本营更新当中的新防御建筑 也就是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叫做法术塔 当你升上了15级大本营之后 你可以建造一共两座法术塔 每一座法术塔的建造成本是1400万金币 升级的等待时间是14天 真的是还蛮久的 升到了15级大本营 什么都要等很久 这个应该大家心里早就有数了吧 第一级的法术塔是狂暴法术塔 你可以再花费1600万金币 以及16天的等待时间 将它升级成2级的尸毒法师塔 法术塔顾名思义就是在防守的时候 会丢出法术来对进攻者做出干扰 我觉得法术塔的出现对于防守来说 真的是多了非常多的变化 那最后你可以花费1800万的金币 还有18天的等待时间 将法术塔解锁成3级的隐形法术塔 当你升级到更高等级的法术塔之后 你就可以自由的切换 你要选择使用的是哪一种法术塔 也就是可以选择它要安装的是哪一个法术啦 多了这两个2x2的防御建筑物 并且还有三个选项可以切换 我觉得变化是多了非常多 我们先简单来看一下法术塔的基本资料 狂暴法术塔的持续时间是18秒钟 可以提高100%的伤害 施毒法斯塔的持续时间是12秒钟 可以对进攻部队造成伤害 并且减缓他们的移动速度以及攻击速度 最可怕的就是隐形法术塔了 它的持续时间是4.5秒钟 接下来我们就从第一集的狂暴法术塔来看看实际的测试吧 先让大家看一下白色的这一圈是狂暴法术塔它的触发范围 紫色的这一圈就是狂暴法术的作用范围了 我先从左手边下了一只哥布林进来 当它走过法术塔的触发范围的时候 这一瓶狂暴法术就以法术塔自己为中心丢出来了 法术塔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会有冷却时间 只要它没有被摧毁 过了冷却时间之后法术塔是可以再重新产生出一瓶狂暴法术了 看到没有 我只要重新再把它触发 诶这哥布林跑得快 它好像来不及触发 你应该看得出来这个法术触发 它是会有一个前置的作用时间的 刚刚哥布林是跑得太快了 所以一时之间它来不及把法术丢出来 现在我们知道狂暴法术塔的触发方式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实际上的这个狂暴的效果吧 这跟进攻者所使用的狂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进攻的狂暴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在部队的身上 但是防守的狂暴应该大部分的时间反而都是作用在建筑物上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因为狂暴法术塔而比较明显有感觉差别的例子 比如说野猪骑士 一般来说投食机的一发攻击只会把野猪骑士打掉一半再多一点点的血而已 但是如果这座投食机是在狂暴法术塔的范围之内 狂暴作用之下直接一炮就把野猪带走了 同样的例子也会发生在气球的身上 投食机基本上一发攻击是没有办法秒掉气球的 但是如果狂暴法术塔就在旁边的话 狂暴投食机一发攻击就可以直接把气球整批带走 这个狂暴法术塔的狂暴除了对建筑物有作用之外 也是会对部队有作用的 也就是防守的援军或者是英雄啦 比如说一般的情况之下两只小王在对决 当然是进攻者有技能的小王会胜出 但是如果这个神盾勇者就刚好在狂暴法术塔的旁边的话 有狂暴的帮忙这个狂暴的神盾勇者 就把进攻的神盾勇者给解决掉了 就算有技能也是没有办法对抗得了 吃到狂暴的神盾勇者啊 接下来来看看独药法术塔 独药法术塔跟狂暴法术塔的触发方式一样 只要有部队进到了独药法术塔的范围之内 这罐独药就会丢出来 而且是直接丢在部队的头上 而不是像狂暴一样以自己法术塔为中心丢出来 哇这罐独药跟原本的大本营独药效果不一样 是直接往进攻部队的身上丢过去 这对于进攻者来说 我觉得难度是提升了不少吧 大家觉得呢 比如说狗球部队好了 它面对到的是独药的效果 而不是一个防御塔的攻击 所以这是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去闪掉它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第二集的尸毒法术塔已经很有威力的话 来我来介绍给你看看这个最过分的 第三集隐形法术塔 先来看看这是隐形法术的范围啊 我们先来看看隐形法术塔的触发方式 跟刚刚的狂暴还有毒药一不一样吧 我把一个黑水罐放在隐形法术塔的范围之外 然后从左边下的哥布林经过法术塔的范围 一直到达了黑水罐的旁边 法术都没有丢出来 所以这个触发方式很明显的跟狂暴还有毒药是不一样的 隐形法术塔的触发方式 是在它警戒范围之内的建筑物遭受到攻击的时候 这一罐隐形法术就会原地丢出来 然后把这些建筑物全部隐形 这个隐形的功能对于防守方来说真的是太有帮助了 尤其是它还有冷却时间 你看这个哥布林回头打黑水罐还打不掉 因为冷却时间到了 这一罐隐形又再丢出来了 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隐形法术塔是放在阵型核心火力集中 甚至是大本营旁边的时候可以起到的作用有多可怕吗 以我们常见到的飞艇暴本来说好了 飞艇暴本可以带的部队组合有很多种 这边用雪怪来当做例子 只要不是太极端的情况 搭配一罐狂暴就可以很轻松的让雪怪把大本营给带走 但是如果今天在大本营的旁边是有一座隐形法术塔的话 那结果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情况 和刚刚是一模一样的摆设配置还有打法 只差别在大本营旁边我多摆了一个隐形法术塔 当大本营遭受到攻击的时候隐形法术丢出来 雪怪就直接跑去找旁边的建筑物了 暴本完全失败 这个隐形法术可怕的地方绝对不在于它的维持时间有多长 而是在关键时候让雪怪改变的攻击目标 而且你有看到吗 隐形法术塔还没有被摧毁 所以等冷却时间过了之后隐形法术又再重新生产出来 等一下可以再隐形一次大本营了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状况 现在比赛场上很常见的甜甜圈骷髅 我这里稍微将速度放慢一点让大家看仔细 我是想做一个比较夸张的示范啦 所以这里选择用两个骷髅跟一个蝙蝠法术 想要拆掉城堡跟多体火塔 你可以看到旁边的这个隐形法术塔将隐形丢出来之后 我所有的骷髅都全部去找别人啦 就算隐形失效了 剩下的骷髅也没多少 我还想继续的用隐形来保护 接下来会召唤出来的骷髅也来不及 就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甜甜圈骷髅前戏 打掉城堡的任务 怎么样 大家对于15本出现的这两栋新的法术塔 所带来防守上面的强化 感觉如何 我跟你说 先不用想太多 因为还没完 15本所强化的防御不只是在法术塔的部分 除了法术塔之外 15本还有另外一栋全新的防御建筑 那就是巨石碑 这将会是在游戏当中第一栋由暗黑重游打造的防御建筑 可想而知他的威力有多惊人了 升级到2级之后的巨石碑 除了有一个蛮高的每秒基础伤害值200之外 他还多了额外伤害 这个额外伤害最可怕的地方 是他会依照目标的最大生命值来计算 敌人的血越高 他打得越痛就对了 根本就是专门克制坦克单位的 他是单体伤害 可以打空中跟地面的单位 那并没有攻击偏好 一级的巨石碑 你需要花费30万的黑水 以及18天的等待时间来建造 如果你要将他升到2级的话 需要花费的是36万的黑水 以及19天的等待时间 他的攻击范围有11格 其实是还蛮远的 接下来进入测试环节 我在这边是将巨石碑 还有单体火塔摆放在一起 同步测试给大家看看 大家可以仔细的去体会一下 两个超强防御建筑当中的差别 基本上一般的坦克单位 巨石碑都可以用4到5下攻击来解决 至于真的超级肥大的像是石头啦 或者是寒冰猎犬这样子的单位 就可能需要打到第6下 才有办法把石头给打爆 但依然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攻击力 你看他甚至比隔壁的单体火塔 还要快把大石头给打爆 你可能觉得这样看起来 好像巨石碑跟单体火塔的杀伤力差不多 那你可就错了 不要忘了单体火塔是需要时间累积 才有办法达到超高的杀伤力 秒掉敌人的 而巨石碑就不同了 他不需要时间的累积 每一下攻击都是直接刀刀剑骨 比如说皮卡好了 他的每一下攻击我换算下来 应该都有超过1000滴以上的血量 已经直逼火塔的最高杀伤力了 简单这样讲好了 如果你想要让神盾勇者来打这两栋建筑物的话 你都带上了冰洞来想要保护神盾勇者 虽然最终都打得掉这两栋非常强的防御建筑 但是你最后神盾勇者活下来 剩下来的血量一定不一样 那就是因为巨石碑打的每一下都超痛的 但是火塔必须要让他烧很久才会痛啊 不知道看到这边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想到 如果巨石碑平常打人都这么痛了 再搭配上刚刚介绍的狂暴法术塔的话会怎么样呢 来我还真的做了测试给大家看看 测到这边我还想到了一点 既然法术塔它有一点像大本一样是一种需要被触发才会有反应的建筑物 那不知道用地震或者是闪电能不能够把它触发呢 我现在就来试看看啊 我地震跟闪电都带上啦 先用地震 诶 看起来这个法术塔没有醒来 再用闪电 还不醒来 我干脆直接把它劈爆好了 诶 但是我直接把它劈爆 反而这罐狂暴就丢出来了 好 既然法术已经作用了 我就直接下出石头吧 我把旁边的两个战斗工人小屋冰起来 避免影响我的判断 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回放之后 我发现巨石碑打这个石头 好像只比刚刚没有吃到狂暴效果的时候 然后打它再少了一下而已 那我就真的弄不明白 到底是会在什么情况之下 才会像刚刚狂暴法术塔的资料中 所写的一样增加100%的攻击力 不过虽然没有增加到100% 但是很明显的知道 它是有增加伤害的没错啦 在上一个测试当中 我们发现了一件跟法术塔有关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有注意到吗 就是我们其实没有派出任何的部队 经过法术塔的警戒范围 只用闪阵直接把它打爆 但是依然还是触发了它的法术 所以我这边直接换了一个法术塔 换成隐形法术塔 并且试图从头到尾都冰冻把它动起来 让它根本没有机会触发 然后采用的部队是骷髅以及蝙蝠 这种完全没有办法触发陷阱 以及援军的单位 结果这个隐形法术还是丢出来了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得到结论了 不管是哪一种法术塔 只要它被摧毁了 这个法术就一定会丢出来 所以只要你的阵型里面有摆放法术塔的话 它至少都可以发挥一次的作用 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更新内容啦 包含了大家在身上的15级大本营之后 可以盖出来的两种全新防御建筑 巨石碑以及法术塔 法术塔可以盖两座 每一座法术塔里头都有狂暴毒药 以及隐形法术可以选择 如果大家对这些更新的内容 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尽管在留言区留言给我 我会尽量的回答大家的 我们下一次更新快报再见咯 拜拜